基本上就是现在观众报 中国停电的这个风暴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这个暴风圈已经袭击到了台湾 你看台湾股市这两天都大跌 大跌的环境就在台商的去基地在昆山 昆山现在也停电了 因此就看到了 现在从东北到华北 华中 华南 就看到是全面性的一个停电 那大家就非常好奇 大家也都在解读 这个全面性的停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是跟澳洲不买煤有关吗 是跟习近平讲说他要节能减碳 他要碳中很有关吗 还是说现在地方政府就已经全面的摆烂 于是因为地方政府全面的摆烂 很多该做的事没有做 或者是我完全的虚应中央 才造成这么可怕的巨大风暴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鲁海宾 对大家非常受益的财经专家 黄中宋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石瓶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台北市议员许早晴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王艾德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 大家好 走 现在中共的限电危机 竟然已经打到台湾了 台湾这两天股市大跌 都是由我们的台商 现在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可是全世界现在都在问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它已经算是一个开始进步的国家 没错 怎么可能这样子全面限电呢 而且这几天呢 习近平被痛电 痛电 为什么被痛电 地方政府痛电他 为什么地方政府痛电他 地方政府痛电 好 姐 你知道 从去年开始后 习近平说 我要这个能耗双控 所以他定一个标准 下来就说 你没有给我达成这个目标 结果他八月多 他还发表 他明明这个发改委 你就给我发布一个目标 所以这次限电的几个省 一开始的九个省 全部都被电兵 你的达成率非常低 那达成率非常低的时候 他会指责地方官员 是 你没有达成的话 你今年的考纪就很差 就这些地方官员 好 你这样做 那我知道怎么做 我要求下面给我节电 所以为什么 变成是习近平你要我这样做 我地方政府也照搬 那现在缺点的时候 我要执行你的这个 能耗双控的政策 你怪我吗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 为什么前几天会变成 中央跟地方互踢皮球 就是现在双方都要做这件事 但是现在双方 谁也不肯负责任 反正你要怪我 你要怪我 就破怪破摔吗 对 没错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省 江苏省 浙江省 广东省 这三个省是占中国大陆GDP三分之一的省份 省政府的省 省的这个省委书记 好啦我们就执行嘛 所以现在 他现在要求地方 你不要给我 你不要给我砍到这个民生用电 可是地方官员哪管那么多 我要这个目标 我当然知道把电都停了 我索性就把电厂全部都关闭了 就直接关电 对好 那其实雪上加算是什么 其实原本的 如果这个煤炭价格 或是能源价格 没有涨那么多 或许我会愿意多发一点 对 但是偏偏现时候 这个能源的 这个所谓煤 动力煤价格 涨到这个最近几年的新高 那我要用走 所谓天然气 天然气现在也缺货 所以也没有电的这个状况之下 民间的电厂 或是地方的电厂 索性 那我也不要发电 反正这样的情形之下 你要我减碳 我都在减碳 所以变成两股力量 让整个电力的 出现一个结构性缺电的一个情形 所以你说 习近平这几年来 第一个 我跟澳洲对干 澳洲对干 500澳洲的煤 这样导致煤价大涨 然后我又要对全世界表示 我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我可以能耗双控 等于说能耗双控 我要碳中和 结果你又定出了目标 目标你之前又不管 你到了现在 火烧屁股了 你要去参加聚餐地了 你才去骂人 所有不利的因素 竟然都在九月份 十月份大爆发了 主要原因就是你 弄了个情意表 就是要求你要达成这个 大家当然看了就不爽 那地方官员 一个集体反弹之外 那当然对台湾影响非常大 因为主要就是因为 在这个江苏这一代 有非常多台湾厂商 所以这两天的台北股市 从昨天到今天 两天跌了200点 为什么 因为主要就是因为 太多台仓在这边投资 那不止台仓受到冲击 现在很多人担心什么 今年年底的 包括Christmas 旺季的时候 欧美的供应链 会不会到货不足的 这个状况 所以包括说像高盛 野村跟摩根斯尼 纷纷也准备要下调 今年第四季 中国经济的发展 甚至下调前年的发展 这对台湾厂商来说 影响比较大 我刚才讲嘛 主要就是在所谓的昆山这一代 你看包括PCB 这台湾的金箱店 这两天跌下来 连茂也是做这个铜箔基板 你看连续跌下来 星星也是做PCB跌下来 见底也是跌下来 这几天的时候 在苏州那一代 还有昆山那一代的台湾厂商 都是哀鸿遍眼叫苦连天 那你知道事实上 在以昆山为例好了 昆山其实那一代 我因为我去过昆山非常多次 他那个地方就是小台北 小台北 昆山在江苏还有无锡这一带 有非常多 至少有200家台商在那边 200家他们制成一个供应链 他们供应链是什么 你知道在那个地方 你要伪创组装厂 他就说我在这边组装的时候 我在两这个五六十公里之内 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拿到 供应商都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昆山这个无锡这一带停电 所有台商都几乎跳脚 因为台商就在那个地方 跑来事实上引起 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聚落 没错好 那除了引起这个聚落非常严重 那现在厂商怎么因应吗 厂商现在在抢 第一个时间他们现在抢什么 中国大陆现在这些所谓的能耗穿空 非常严重的城市 基本上柴油发电机你买不到 抢发电机了 没办法我自己发电 他抢柴油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人家根据这个台商的爆料 就说柴油发电机这几天的话 已经涨了三倍 几天的时间你会价格一台涨了三倍 那不只是这个柴油的发电机涨三倍 柴油也在涨价 因为柴油会缺嘛 柴油这几天也涨了三成 那事实上还有什么 所以你本来要节能减碳 现在搞了白天污染更严重了 对他们只能去买柴油 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工资在上涨 为什么工资上涨 因为很多省市他们现在都是 晚上12点以后到凌晨8点可以发电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用晚上来发电 大夜班 对大夜班 问题是大夜班你要给他加 要加钱 所以现在变成是厂商也在骂了 这个叫虎连天 员工也是叫虎连天 然后好到什么 好到那些卖发电机的卖柴油 哇他们最近真的是大发力士 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等于说台湾跟整个 昆山有关 江苏有关的这些台商 对一个一个都重见落 对你看我们整理出来的 江苏省占的产能比重 你看包括什么真顶 你看占30 汉宇博德占90 你看台湾的所有厂商的 来说的话 在江苏省的称山比例都非常高 要嘛20几% 要嘛就是7 80% 还有70 90%的 还有90% 所以你知道其实台商在这波 真的是叫虎连天 那不只是这样 你看最近不是试出很多画面吗 原本是用什么 用这个限电嘛 限电的时候原本我有电 我有电他OK 结果他们用什么用人力 用人 对你们转动 转动的时候 看用这样的方式 能不能让整个生产供应链 能够上轨道 那我就讲嘛 半夜开工这比比皆是 大家都全部都变成是半夜开工 11点这个上班时间 11点到 然后12点准备开机 然后大家一起来运作 这样一个状况 到隔夜的8点 隔天的8点 那算是怎样 很多厂就营运不下去了 他说那这样好了 我开机就开机5成 因为我没办法做下去 甚至那 因为很多厂已经停工 停工那员工去公司要做什么 他那边清理机器 机器一台洗了又洗 洗了又洗 因为没有办法做事情 那员工 因为目前是暂定停到9月30号 所以公司老板也不敢把你fire掉 难怪现在 从上海 已到美西 他现在这条航线 大降价 是因为 中国没有货可以出了 因为至少到9月底的时候 这个货是没办法出的 除了这个之外 中国现在展开什么 那过去不是村运会有大量的人 现在没有 现在昆山已经开始大家都要走了 因为昆山火车站 现在 反正接下来11长假 那索性我就放个长假 所以在昆山 昆山 无锡 上海那一带 所有的这个 在那边工作的 所有的内地的人 全部都回到他自己的省份去了 所以刚刚讲 现在这个限电风暴 是所有不利的因素里面的一个大集结 大集结里面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地方政府的态度 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中国有所谓的层层负责 习近平下来的话 有李克强 李克强是负责执行的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 各省市的这个执行单位 但问题是 老杰 你习近平一把抓 李克强现在根本没有 没有事情干啊 所以他自己在命令下来 他不知道执行的那些 没人管空 没有人在做这些东西 那你说刘鹤 刘鹤他只是副总理 他负责都是一些所谓政策的方向 他也不会执行这些东西 所以上面一个命令下来 要求地方你给我做到底 等于是说 他这种粗暴的方式这样子 地方政府当然反弹啊 从去年到目前为止 你说打什么阿里巴巴什么什么 全部都他说了算 然后执行就是这样粗暴的执行 那因为过去那些政策 中央可以控制的 这些地方政府 中央现在 鞭长莫及啊 那你知道 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引领了要怎样 他好像已经有点 管不住中央 为什么 你看 因为吉林省 吉林省最近不是民生用店 一直停电 他地方是我被骂爆 被骂爆的时候他就说什么 那这样好了 那我们就去再去买煤矿 再去买俄罗斯的煤矿 印尼的煤矿 还有蒙古的 你不是要捡煤吗 因为你中央指责我民生没有发电 那我就只好让他发电 这都变成是 互相踢啤酒 互相在打架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煤降 煤降在攀升 因为现在买不到煤 买不到煤 我们就讲 事实上很多国家他现在聪明了 你中国现在缺煤了 好我就从澳洲进口煤矿 然后再给加价 卖到你中国大套去 因为中国大套的成本非常贵 他们都在开发他们山西 那些的这个地方的动力煤 他动力煤价格 开发出来就是比你这个澳洲更贵 所以他知道你这个本来就是 那个冤大头 所以卖到那个地方去 那连澳洲总理都说 习近平已经两年没有跟我讲电话 意思就是 澳洲跟中国关系非常差 他不可能拿到便宜的煤 这些印尼煤 蒙古煤 还有俄罗斯煤 保际我跟你講 很多都是澳洲煤 所以他就只能够这样子 你看他现在等于是 你说品质差的就是印尼煤 好一点的就是澳洲煤 那他就变成是两面阿尔光 在国内来说的话 目前地方政府控制不住 然后在国外来说的话 澳洲闹得不愉快 那你知道 事上这几年来说 人家就说最近发电量 这个最严重是在东北 因为东北现在限电最严重 你看东北包括说像吉林省 或者说什么辽宁这一带 很多小区你看 现在已经路灯 黑道只现在路灯在那个地方 光民众已经在点蜡烛 在那边煮泡面 点蜡烛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 你说这个东北的碗子 小朋友都是点蜡烛看书 那现在东北啊 蜡烛已经缺货了 蜡烛就 因为他们现在开始卖 蜡烛在当地已经涨价十倍 因为没有蜡烛 就是你要点蜡烛啊 那甚至来讲 他们还有那种发光背心 现在大热卖 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 太危险了 太危险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很多人被困在电梯里面 那央视所幸就做一个 临时就做一个节目说 教你怎么在电梯里面求生存 那想说你怎么会这么夸张 很多人都说 真的是非常惨的一个情形 好那于是 大家不是都说 什么军事政变什么之类的 这次东北人感觉到说 我们好像被遗忘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人家就说 这个习近平对东北 他真的是有心病 为什么东北过去一段时间 长期掌握在薄熙来 还有周永康的手里 虽然好像对这个东北有点摆烂 那你看东北这次也索性 我要买卖 所以事实上 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电力事件 凸显了什么 中央虽然说他的权力非常大 可是地方真的要跟你摆烂的时候 事实上习近平应该在这一次的 这个缺电维系之后 他感觉到说他真的被电了一番 但我不懂的是 现在全世界用于绿能 那是一个方向 而且现在中国也是一个太阳能大国 是一个风力大国 你如果真的要把这个煤炭给太除掉 那你不是有太阳能吗 你不是有风力发电吗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 远的风力发电或太阳发电 救不了近火 你光用这张图来看 你就会发现确实他们有一些风力发电 都在哪里都在西部 在新疆西藏 然后甚至到了内蒙古都有 但说一句实在话 你这个发电是你这里需要的吗 没有 这里都是人烟稀少的地方 这里甚至根本就没有工业 一个没有工业的地方 你发那么多电 有需要吗 没有需要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发电这个输发配送 你不是只有发电 你要输送到需要用电的地方 你说你新疆你甘肃你那个青海这么遥远 你怎么去输送到最重要的 你说我这个店送到了上海 送到了昆山 这个店早就没了 我跟你讲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的电力事业都掌控在 红二代的手上 因为他们其实是整个中国是这样分布的 中国的输发配送 可以把它分成是在电力的电网部分 他主要两个国家 国家电网跟南方电网 在那个所谓的国家的发电部分 是五大的豪门 五大豪门呢 包括就是华电 包括大唐 然后呢 还有国家电力公司 这几家公司 你会觉得说好像是国家的 事实上 他都是李鹏 以及李鹏的女儿 李鹏的儿子 从以前至少管到2015年 都是他们家的天下 李鹏家族的 对你知道李鹏呢 曾经当过电力工业部的部长 然后他在那个1988年4月开始 当了国务院的总理 他当国务院总理的十年期间 整个中国的电力 水利电力 水利的发布 能研局的一个重新划分 全部都是在他那十年之内搞定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自己 因为他曾经当过电力部部长 所以他知道这里肥水很多 他就叫他的太太 然后他太太也跟他的儿子 跟女儿 全部安插在重要的职位 他一转眼之间 就从所谓的六四土夫 变成了电力沙皇 你关于他儿子来讲 你知道他儿子曾经 是出任过亚洲最大规模的 中国华能集团的总经理 对 一度被称为是亚洲电王 他在曾经这个所谓的中国华能集团 他是中国当时最早一家 在美国上市 在香港上市 中国的半数的电力产业 掌握在李鹏家族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我刚刚有提到 在那个书发配送 那个整个部分的重新规划 就是在他前后任所佈局的 所以他所有的人 当时你为什么分到这一块 为什么国家电网在这里 都是他跟地方去瞧出来的 所以就算他今天不坐在这个位置 所有相关的人脉跟势力 也都升职在 你以为他是国企 事实上国企的背后 就是这个红二代的身影在里面 现在大家全世界在分析的时候 有人讲说 现在这个煤炭价格太贵了 因为你去跟澳洲打这个煤炭战争 另外就觉得 习近平要对全世界负责 我要负责任何大国碳中和 可你说 他忽略掉了中国 忽略掉了中国人 忽略掉了中国的政治结构 他这个地方上 我跟你破冠破摔 我跟你摆了才是关键 我跟你讲 有一句话叫水清无余 现在你要把中国这一潭水 全部都把它变成清水 我都活不下去了 我怎么可能会配合你的政策 你要耗能双控是吧 我就帮你踩到底 我就耗到底 我就让14亿的人口 全部没电 缺电 饱受民怨 民怨四解 我看你这个习近平的位置 怎么做 所以说当官最高境界是表面上 配合长官 暗地是高死长官 高死长官 他现在重步的动作 是在联合起来 进行一个能源政变的一个动作 能源政变 你知道我跟你讲 这其实非常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 你可能阴谋论啊 事实上是这样子 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中国财政部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 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他说什么 他说各地方政府 原本就是你们裁员 我现在宣布收归国有 哪几个 第一个国有土地的贩售 第二个 矿产资源的这些处分权 第三个海域的使用权 第四个是 没有人居住在这个岛屿的使用权 以前这四大的一个相关的土地 或是这个矿区的使用权 都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小金库 保健哥你记不记得 我们每次讲到缺粮 粮仓什么时候起火 去检查的时候 当你现在要把所有这个原本 是属于地方政府的四大金库 你要回归中央的时候 所以在这件事情况之下 我怎么可以让你收回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吗 光是卖土地这件事情 2020年全中国卖土地的收入 高达8.4兆人民币 这8.4兆人民币 是占他整个中国的中央 财政收入里面的44% 以前这个八兆 都是地方政府所有 所以我有好过 恒大有好过 我们大家都很好过 今天突然习近平跳进来 要查恒大 结果搞得我地方政府 土地卖不出去 他更厉害 他现在说你地方政府 以后不准卖地 卖地的权利交给我中央 但我地方政府怎么活啊 我就全部催到底 我就是当一个忠诚的傻瓜 我表面上我遵从你的上义 我就当一个非常忠诚傻瓜 但事实上 我是跟其他省份联合起来 进行一个能源政变 我让十四亿人口的民怨 跟愤怒 来震倒你习近平 董事长 或许我看李中午的后悔 选手 有一段我完全看不懂 听了会者我毛色遁开 他说今天当属下的 碰到跟长官有不同的意见 或是党官 长官的这些东西 你不是跟他对干 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祸 跟他祸到底 我现在觉得 现在中国的地方就是 你习近平要什么 要没有关系 我就跟你祸 祸到底 我们现在把这个 吉林的一个水厂 他发给老百姓的一个通告 我来练给大家听 大家听完你的匪夷所思 他的重点叫什么 你知道吧 他执行东北 这个电管局 跟吉林能源局的这个 有关 有关有序用电精神 有序用电精神 有序 有用电 用电的有序用电的精神 精神 然后不定期 不定时 无通知 停电 限电 但是他不定期 也不通知 也无通知 也停电 也完全到2020年的3月份 然后告诉大家 停水停电 变为常态 告诉你 我都不知道 我先贴个公告告诉你 而且老百姓能怎么做呢 老百姓之后 做好除水准备 谁走关水楼头 不变之处 他就近期见谅 他都很客气地告诉你 他 他因为配合这个电力公司的管理 所以他什么时候停水不知道 什么时候停电不知道 所以请你们搞之为之 就那么简单 不定期 他通通都不知道 这个是 他的公共 充分的大锅饭精神 他 甩锅给老百姓 大锅饭 我跟你公告贴完了 就没我的事 不管我的事了 你家的事情 然后网上爆发 把这个东西炸开了 哪有这种政府单位呢 结果他开始第二天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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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完了 他就说 亲爱的用户 他说我的措辞不当 内容不准确 给相关用户公众 造成误解 我们深感自责 但是呢 有没有改变 没有 照样 所以现在 他的重点不是 我不停水停电 不是不定时不定期 改变不定时不定期 是说什么 措辞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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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吉林 这个公司的政府的公告 来作为一个开 作为一个说明 这到底背后到底 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共产党的官员有一套 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他们都很会用很多种 宏大的文章 用非常华丽的迟早 来形容他们要做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他跟你讲什么 他说我的产业要成龙换鸟 要传产 污染太高的 耗能耗电的 我要先给你限电 这一限我告诉你 又是一个人一关 我告诉你台商怎么办 通通要逃掉 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关 你不知道 他这次完全不在乎台商 他不是他冲着台商来 江苏都台商啊 江苏全部是台商 因为他的问题 不是在你的GDP有多少 而且我告诉你 第三个第三件事情 更有意思 二零今年的上半年的 他的这个外销出口量 比二零一九年创下新高 只成长百分之二十 他啪个屁啊 他创下新高 因为全世界在异后的经济 生产陷入困顿 所以他不怕 他他生产要好 他停电照样成长 成长不是 因为别的国家住不出来 太低了 电单就转向那边去嘛 所以他就是非常 然后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管电力公司的老板 他就用不同的理由 来做限电的正当性 他然后他关的方式 就是他整个区域把你关掉 然后这个事情会不会改善 不会改善 因为动力煤 还有为什么会改善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中央是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的时候 你要买进口煤 你没有钱 他不给你外汇 那东北更别提了 人民币都没有 好瑞德 你长期跑社会新闻 你说看东北的中国状况 大家都在用蜡烛 而且现在 你说整个苏州 杭州生产的蜡烛 全部被东北抢光 你说这个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你现在没有电 你现在要天干物燥 你现在又点蜡烛 不得了的会出大事的 对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 现在摆明的就是 你知道这个礼拜 哈尔滨最低温度几度 马上要下大雪 马上要零下 马上要下大雪 而且零下都是零下9度 10几度这样子 然后如果没有电的话 没有暖气 那怎么办 如果点煤球的话 那么最后的结果 就是一个不小心 像23个人 这23个人全部都已经中毒 然后现在连煤球都没有的话 怎么办 点蜡烛对不对 点蜡烛你知道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蜡烛是为了照明 然后煤球是为了温暖 可问题是点了蜡烛以后 火警失火的案件 会大幅度的增加 会这样子吗 因为很简单 因为蜡烛你平常 这个等于说你自己本身 那么那个灯光点灯 习惯了以后 蜡烛一定是放个地方 放个地方放个地方 这样放嘛 一个不小心 砰的倒了就是起火了 台湾过去在大停电的时候 也曾经发生点蜡烛 结果此起彼录 那么发生火警的事情 所以你台湾的经验 没有错 只要大停电 当时要用蜡烛 就会有着火 所以你必要以为说 蜡烛不就是点个火 你错了 而且因为现在家里 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蜡烛物 还有一个最可怕的事 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知道 那么没有电了以后 就没有水 为什么 水库 水坝 水厂都有水 但因为没有马达可以打水 所以你的水没有办法用到 你的维生水 人家喝水 等于说洗澡 冲马桶 这些水都没有办法用到 另外一个 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 也有非常多的大楼 你的电梯全部停摆 停摆的 你看昨天一个新闻 一个孕妇竟然爬了29楼的楼梯 才能上去 孕妇爬29楼 还有电梯受困的案件 以现在动不动就停电的情况下 我跟你讲 中国大陆的 他们跟我们一样 有这个消防单位 他们一定疲于奔命 电梯受困的案子已经非常多 另外 我们现在不是流行这个 特斯拉电动车吗 中国大陆其实有很多电动车 这些电动车全部都GG了 为什么 对耶 你去哪里 他说现在很多的电动装 不充电了 对 没有办法充电 为什么 因为他随时 你不知道你到这个地方来 到底能不能充电 你不知道 因为他随时停电 那重点来了 你没有发现这一次 这个限电很怪吗 怎么样怪 因为他包括整个东北 辽宁 沈阳 大连 都没有电 然后长江三角洲 你知道吗 长江三角洲也没电 你看我们的昆山 江苏 这些地方 现在大家都GG了 你知道这一场 这一场大灾难 这个停电影响有多大 不是只有台商受到影响而已 连韩支 日支 他们已经在评估要撤离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工业 没有电 他不是说不事先通知随时断电吗 我问你们 台积电一断电 一断电一停电 不是几一的那个产值的半导体 全部在键嘛 那事实上有很多 是不能立刻停电的嘛 那你现在 你自己没办法供应相关的水电 你都没有办法供应 而且显然讲白了 那么严重 我告诉各位 本来还以为是那九个省 不听习近平的话 习近平说一定要做到 所谓排那个减碳 然后呢 减碳 就后来发现不说 已经有十几个省 因为没有电 在轮流限电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甚至于会动摇到中国的国本 为什么 因为民怨事起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 包括你之前说的 这个恒大的房产的倒闭事件 可能即将要倒闭 然后整个中国 现在整个经济 国内经济 陷入此起彼落 然后现在你动 动到老百姓的手上去 所以现在你看 老百姓他们不是要监管 这个等于说老百姓的这个手游 什么都要管嘛 结果现在就因为缺水缺电的问题 反而造成中国网民跟民怨事起 其实这是习近平的最大危机 知道 刚刚讲到的 现在另外一个民怨是 过去大家相信 中国的房地产不会倒 他是等于说预售屋不用怕 可是没有想到 大到不能到 预售屋可以被信任 还有房价不会倒的三个 全部都被破了 没错 实际上这次许家印的这个恒大凸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公司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恒大的这个市值那么大 中国大陆不可能让他 不能让他倒闭 但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中央的立场似乎是真的 没有要救恒大本身 他可能要救其他人 另外一个就是说房地产 过去保洁知道 过去我们常去中国大陆演讲投资的时候 他们都说你不要跟我讲股票 买房地产就好了 你不说哪里好啊 他们都认为说房地产只会涨下 不会跌下 他们心里面就这样认为 但是这次恒大告诉你 他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中国房地产 真的已经没有在涨了嘛 如果再涨的话 恒大不会出这个问题嘛 另外就是说什么 房价现在可能有下跌的这个压力 慢慢的浮现 过去中国大陆的三个这个神话 已经完全破灭 好那我们讲 事实上这次为什么会说 这个可能是第一张股票 其实不是只有恒大 我们讲过了 融创中国 融创中国 在最近一段时间股价也是持续的大 那融创中国的这个孙宏斌 他曾经说了一句话 就说除了我们之外 其他厂商都可能会爆 就他现在 他自己爆了 他是为什么 因为这几天传言说 他跟这个绍兴政府说 我们有资金吃紧 虽然他今天又发明明说 没有没有我们绝对没有 没有资金吃紧的这个状况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的股价下跌 就是恒大要发生事情之前 也是这样股价在下跌 好那我们讲事实上 为什么中国大澳会这样子 现在根据中国大澳的做法是 他会保那些所谓的原本的用户 他现在去什么 他现在第一个时间 他去冻结了恒大 在所有地方 所有你专案上面的专款 他可以冻结住 为什么要冻结住 因为他怕你恒大动用这些 但未来就是说 你可能要把这个 譬如说你这个盖的这个房子 你要把它完工 完工的时候 这个资金你才可以从银行领出来 领出来之后才能够 慢慢的让这些厂商 让这些所谓的买房子 能够拿到原本的这个房子 所以现在中国他要救的 就是两种人 一种是你是屋主 另外一种是供应链 我救你 其他的什么股东 或是债权人 他现在完全都放手不管 那这个解决方案就有可能 接下来每一家公司 都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从恒大开始 就会看到一个一个的 这个房地产商都会倒了 对好 那我们讲 实际上为什么中国到房地产会 会有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危险 我们讲这是日本做了一个比较 因为日本曾经有这种所谓 泡沫化的状况 他比如说 价格所得比 你看他这个就是这样 他把它做出来 他2020年的深圳 深圳市要57倍 也就是说你一年的所得 你要57年才能够买得起房子 北京45倍 上海是45倍 广东整 广州是40倍 那当时日本爆发的时候 你看他才十几倍 其实十几倍已经很高了 现在中国到处是这样一个倍数 另外一个中国到处 他当时泡沫的时候 也不过才18倍 现在中国已经57倍了 这个数字跟现在 我们台湾的数字 其实非常非常接近 台湾大概是15 16左右 我们都叫苦连天 你看这个数字来说 你就知道他们到底会多么辛苦 另外就是说 因为他们都压了很多钱 在所谓的房地产上面 他们居民呢 他们居民的负债比率是非常高 那为什么负债这么高 因为他们都拿去买房 拿去买房的时候 所以一旦他这个 这个所谓民间负债 占据利率比重太高的时候 会造成他们国家的消费力 会下降 因为我都把钱拿去缴房贷了 所以这整个很多迹象都告诉你 中国房地产 准备要迎来史上最大泡沫的时间点 越来越近了